好,我們現在開始說這條 應該是第二條 OK,可以嗎? 第二條,在未看問題之前,先看看 第二條是Unit A 原來%是53 53是甚麼呢? 這是一個公開的資料 53就是那一年有多少%的人答中這條題目 53 有些80多都會抽,看看大家的standard 如果80多人答錯的話 即是極之危險 因為80多人應該是合格的人 即是一以上的人 即是二以上的人應該是拿到的 因為80多%應該是正常合格的人應該拿到的 而你答錯的話,那你又有問題 可以嗎? 所以我們先看看第二條 第二條是關於中四的時候 即是一年或二次的 可能太遠古 有些人沒有溫習就未必記得 但這些通常一年左右 都會出現一兩次,甚至三次 問問你認識不認識 這裡我們重點就看看你認識不認識 因為還未搜集到你的資料 所以 就不知道答成怎樣 收拾你們的資料之後 再公布給你們聽 你們相對以前的師兄 公開考試的關係如何 首先,這裡很重要 大家要知道 什麼是一和二的公別文 一個這樣的號碼 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寫回10110 他根本正在考考你 你記不記得什麼是 一和二的公別文 大家記不記得什麼是 一和二的公別文 記不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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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你記不記得也好 千萬不要一開始就做 原來你一開始就做 原來你一開始就做 你就馬上出事 你知不知道 還未做任何事情之前 你要做什麼? 補齡 補齡 因為他寫了兩次 8bit 8bit 但這個只有5bit 所以原來補齡 補齡 補齡補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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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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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什麼時候會問你呢? 就是當你的身份證是0開頭的話 你一定不可以用integer 只可以用shring 原因這些叫做leading zero 用integer的話 你就會消失的0 但要保留0 變成shring 提外話 先回到這邊 首先你第一時間補齡 然後什麼是once complement呢? tools complement 可能你會記得 但是什麼是once complement呢? 記一下tools complement 記一下tools complement 是怎麼做的? 是反轉加1 反轉加1就是tools complement 那什麼是once complement呢? 就這樣反轉 就是once complement就這樣反轉 是0就變1 是1就變0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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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然後加1 記住由這邊加1 這邊加1的話 11就變0 進了位 然後不能再進了 照抄 好 所以做完之後 終極答案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這個 第二就是這個 所以答案就是A 這個就是tools complement 這就是專考學生 有沒有讀書 有讀完書也好 你記不記得 什麼是once complement 記得 你知不知道怎麼做 反轉加1 OK? 記住 這條就是2012年的MC第二條